台肥园区一名外包商工人 因为不满流浪狗会攻击园区内饲养的鸭子 居然拿出了手拉弓进行扳击 让一根长约50公分的剑硬生生射穿狗狗的颈部 所幸即使被热心民众发现 赶快把狗狗送一治疗 目前这只狗是恢复健康了 流浪狗一看到人就害怕的不断逃颤 园警和热心民众心急的想把他送一治疗 因为可怜的狗狗脖子上居然插着一根长约40-50公分的弓箭 一名男子骑着自行车进出台北园区 还背着长长的手拉弓 他就是攻击流浪狗的凶手 39岁的张姓范贤是台北园区的外包商工人 因为不满流浪狗攻击园区内饲养的鸭子 11号傍晚5点左右 他居然拿着在网路上购买的手拉弓进行复仇 索性及时被热心民众发现赶紧通报警方来协助 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它是私人的一个公司 我们无法进去 那我们也很着急狗狗在里面会不会死亡 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帮忙的警员跟民众 就大概约过了大概15分钟以后 狗狗自己就从游泳池的旁边的缝走出来 当时他背上插了一根非常长 大概有三四十公分的键 我们当时真的都吓到 但是狗狗身上有出现三个洞 那就表示医生是说第一键他没有射穿 所以只留下一个伤口 那第二键的时候从背部到颈 这个穿出来之后 没有伤到大动脉 这是唯一庆幸的事情 射狗的嫌犯最后自行到派出所 自首在警方训后确认犯刑 更依违反动物保护法喊送法办 借许立群华联士报道